主任,各位同學,還有各位家長,大家午安 那麼各位同學,手上我們今天要針對第一回的部分 我們在線上的帥哥美女們,如果說你爸爸媽媽現在有空 那我會比較希望你可以邀請你爸爸媽媽也在旁邊聽課 怎麼說呢?因為你現在所學的,我們待會要所看的東西是屬於什麼? 高中高直的部分,好,那今天我給各位的內容的話,是涵蓋到你未來高一高二 好,你有可能會接觸到的章節 那麼因為你們沒有學過 好,所以呢,我的教題的方式,你無從做對比 那各位,你爸爸媽媽以前這些單元他都學過了 所以他馬上可以做對比動作 好,以前我在念書的時候是怎麼學的 那現在在線上老師是怎麼教的 好,所以爸爸媽媽媽聽過之後,可以馬上當下可以做決定 OK嗎? 好,那麼我們就不那麼時間 來,我們再看第一題 OK 好,来,这个题目换来,同学来,那你看 以前国中,你有没有学过?有 那国中你是用什么?用长厨法 OK吗?好,那么我现在换来 我先用国中的方式,我先算一下给各位看 好,那么同学,那因为我们的版面这里 所以我单位主题,这个长厨法的话 单位这笔记你可以不用抄 我们的主轴不是在教你用长厨法 长厨法是国中的 所以我们要让你对比,国中,你为什么 你现在上高厨高纸,你的解法必须做改变动作 这样懂吗?好,来 好,这是A144 减掉5A13次方,好,记得基本陷阱 有缺项要补零 所以它没有两次项,OK 一次是6A14,长数-1 好,来,我们说 除4是A12,对吧 好,来 多少乘以它会等于它 这是A123次 它乘以它是等于A14 它乘以它是-2A13次方 好 以前我们的长数法当中话来头 跟我们一般数字的数法是一样 好,你会顾,比如说 17吹5 5 5 3 15 好,这过程是什么? 是- 所以你会到什么? 3是3 余是2 好,来 那这一样是用- 它减它不见了 负负得正 好,来 负倍加2倍 这是-3倍 好,接下来 多少乘以它等于它 这是百负3s的两次 好,它乘以这两项 你会到什么? 负3s的三次 加上6s的平方 好,来 相减 好,东西相同相减不见了 负正得负 负6s平方 好,来 再做一项下 是不是加上什么? 6s 好,这里 乘以它要等于它 所以是百负6s 好,来 它乘以这两项 负6s平方 加上12s 好,接下来相减 东西相同不见了 负正得负 所以是负6s 常数就是-1 多少乘以它 或等于它 这要百负6 好,负6的话 同会参加这两个 负6s 好,加上12 好,来 这里相减 负正得负 所以多少? 负13 好,所以我们可以知道什么 这是商 这个是余 好 这是国中的解法 那么我们这里话来 我们要教你另外的 好,现在开始动笔 开始抄了 重点 好,我们说一次的综合出发 好,第一个要领 先令除4等0 再列步骤 以x的值 好,来做出发 好,那最后的来头 你看哦 综合出发跟长出发 它最大的不一样在哪里 你的长出发过程当中话来通 过程处理过程是警号 好,那么你综合出发 这个过程一定要取什么? 一定要取 接下号 好,来 第三步骤 好,我们说最后一项就是余式 好,那你看哦 我们说你除4 除4是一次 除4是一次 我们就称它叫做一次综合出发 除完之后 最后一项的东西就是余 好,来 那我们当下 我先把它解完 你待会我再留先给各位做笔记 好,首先话来同样 我把倍数是先分离系数 好,分离系数要多少 1-5 好,记得有缺项要补0 好,两次没有对不对 这是0 好,一次项是6 一个常数复1 画一个框框 好,来 这个地方我说来要怎么处理 第一个步骤 另除4等0 好,你看这里 另它等0 所以我们会到SS的2 好,我们用SS2 来做出发 OK 好,接下来 我把它画一条线 那再来说那么好,留意哦 运算规则你要把它记起来 就成如 我们在做常数复法的时候 它乘以它是要放在这个位置 OK吗 好 然后呢,综合复法 它的要领是 第一项直接往下拉 那第一项直接往下拉 代表什么 它待会这里不可以放东西 这里不可以放 OK吗 好,再 它乘以它要放隔壁 好,所以1乘2 会得2 就从隔壁开始放 OK 那么我们刚刚强调过了 过程要取加号 你呢 现在就往下加一下 好,来 这里相加多少 -3 好 那么我们刚刚所处理的步骤 你再度的重复 好,你看哦 它乘它是-6 放隔壁 相加 它乘它放隔壁 相加 相加 它乘它放隔壁 相加 好 那么我们刚刚有解释过 因为你除四是一次 除四是一次 所以呢,最后一项 这个东西叫什么 这个就是鱼 那前面东西叫什么 叫做三 好 三后来我们由由自作 常数一次 两次 三次排过去 好,来 那你现在检查一下 一样吗 鱼 是不一样的 好,你可以马上做对比 两边的处理的1.0的步骤 速度 速度 所以你上高中高指挖来 你叫景气以前所学的常处法 必须要问到什么 综合处法 OK了 好,来 好,先抄笔记 好,长处法这一块可以用抄 这是你国中的东西 好,继续 好 來記得 那麼同學你在家裡面做筆記的時候 我是給你的建議 你上高中高時的話你的筆記非常的重要 好 所以你在課堂上的話 我有給你分顏色 有沒有 關鍵的地方我要用黃色的粉筆 你就用紅筆來抄 這樣懂齁 好你的筆記不可以全部都用清一色有沒有 好 來這樣子的話改天你複習的時候你要知道要領 關鍵陷阱在哪邊 OK嗎 好 來那接下來換了奶同學你用這一題我再提醒同學一個東西 國字 好因為奶同學我們以前在學習的時候包含到你現在未來開學的話來 學校的老師很多老師都忽略掉這一塊 老師都什麼都跟同學講 反正兩範東西 這個四次 這個一次 次方比較高的叫被廚師 次方低的叫做廚師 OK 所以同學的話呢來你都習慣這樣子這樣子記好了問題點數先 升學考試他考過什麼 他考過他說 FOX 與 GOX 他為什麼 同次 多像是 多像是 哇慘了 次方一樣高那麼 學校老師教你的說次方高叫被廚師 次方低的叫做廚師 次方一樣高 那 誰是廚師 誰是被廚師 好 這時候換了奶同學就無從做判別對不對 那這時候我們要用誰 我們就要利用到國字 OK嗎 好 所以國字話來台你看喔 題目的論述上中他寫的是除 還是寫除以 那是不一樣的 好來 我說如果是除以的話來同學 這是什麼 前面的是被廚師 後面的是廚師 如果是廚這個字 後面的是被廚師 後前面的是什麼 叫做廚師 所以這裡來講這是除對不對 所以後面這個是被廚師 這個是廚師 可以了 這個觀念很多老師都沒有跟同學做強調 所以同學的話來同學如果遇到生意考試遇到這個情形 你才有辦法做判斷動作 況且有一年他直接考數字 ABC三數 然後呢他說A除B得到三是三與是一 好 那這時候的話呢一樣 數字沒有次方高低問題 你就必須要用國字來做判斷 誰是被除輸 誰是除輸 OK嗎 好來 這一塊一樣超全 我還是要用國字來做判斷動作 不要 我還是要用敷動作